花蓮施工所开办的月陶传统编织课程 由基本的编织提升为可以做立体编纹的处理 包括了饮料袋或是提袋等等 市长会加弦关切学员上课的情形 特别来到现场采集以及制作曝晒干燥的工作场所 期盼大家有更好的作品来呈现 花蓮施工所开办第二T次月陶传统编织课程 邀请到月陶系工作室的黄邦琪老师来指导 15位学员特别到寿风把之前已经采集曝晒的月陶 透过老师指导学习干燥技巧 市长温家贤也跟着学员们一起把月陶拨金处理 体验这项独特的编织技术 那我们知道传统的月陶叶 它能够做非常多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老师有提供出包包 那也可以做成很多的一个容器 那对于我们部落来讲 月陶叶是传统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不断的课程 让所有的族人们能够学习如何来编织月陶叶 然后让月陶叶产出更多的一个价值 那当然上这课程里面 从初阶到进阶 那到有成品出来必须要一段时间 那初阶课程上完之后 未来欢迎时空手也会按照学员的需求 来试学员的情况来办理相关的进阶课程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老师 常起来在月陶月的学习有非常厉害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部分 把知识传给我们所有部落的族人们 那今天也在此谢谢我们原型课的所有同仁 一起努力把这样的课程来安排出来 更感谢来参加的学员 希望未来能够对部落能够有更多的贡献 更多的力量 市长表示月陶对原住民族而言 包括了根、金、叶、花及果实都可以运用 是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民属植物 也是最常被使用的器具素材 市长也勉励学员们可以认真地听讲学习 在学得一技之长之后 未来有机会在部落的手工艺销售里 发展月陶的相关产业 进而可以改善部落经济 借刘明胜首逢相报道